大家好,这里是飘飘小厨娘,我是飘飘 今天买了一点腐竹回来 咱们就用腐竹来给家人做一个非常好吃的美食 先把腐竹掰成小段 然后直接放进盆子里边 加入适量凉水,把腐竹给它泡开 腐竹泡发以后,给它清洗一下 把腐竹清洗干净 摆放整齐后,从中间切一刀,切成小段 小碗中打入一颗鸡蛋 再把鸡蛋搅散 然后把鸡蛋加入到腐竹里边 往里边少加一点淀粉 加淀粉可以很好地增加粘性 这样可以促进鸡蛋液 很好的裹到腐竹上 搅拌均匀后慢慢地往里边加入面粉 面粉少加一点,继续搅拌 搅拌成这种样子就差不多了 腐竹的表面 薄薄地裹上了一层鸡蛋液和面粉 锅里边倒上油 油温漆成热的时候,把腐竹加进来 用小火慢慢煎 全都放进来以后 用小火煎至一分钟左右 然后给它翻一个面 这会儿腐竹的一面已经变成了这种微微发黄的颜色 像这样不停地翻面 一直到腐竹变成这种金黄色 像这会儿就可以捞出来了 趁热的时候撒上一点孜然粉 然后再放一些辣椒面 不喜欢吃辣的可以补放 撒上一点黑白芝麻搅拌均匀 一个非常好吃的小零食就做好了 搅拌均匀以后装盘就可以开吃了 孩子馋嘴想吃零食的时候 就这样做给他吃 比外边买的健康多了 而且自己在家做 用的食材都是非常好的 孩子吃着也放心 做法简单 而且非常好吃 如果你喜欢的话 就收藏转发试试吧 这里是飘飘小厨娘 我是飘飘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